在埃塞航航班坠毁的现场,飞机坠落时,笔直地撞到地面,砸出了一个十米深的坑,巨大的冲击力,让飞机机体支离破碎。 难免的一万多平方米,都是零星的飞机残骸。 3月13日,中国遇难者家属抵达现场。 本该在非洲等,来自给许久不见一国恋女友的男孩,问救援人员有没有找到中国人的遗物。 可是他一无所获,只能跪在飞机的大坑旁边,带走了一捧黄土。 这是他唯一的纪念。 事故现场照片。 在伊索比亚,正在进行工作的中铁西局集团,和中国交通建设集团队伍。 于3月10日下午,火速赶往现场提供救援。 他们通宵作业。 分别在11日上午9点多和12日下午12点半,找到了地下15米深处的黑匣子。 中铁西局负责人王光辉说。 他们一开始并不知道飞机上还有中国乘客,直到在地上看到一本护照。 上面的中国国徽,紧紧揪住了他的心。 现场有小孩子的鞋子,挂住小熊挂剑的小书包。 队员们心情沉重。 吃不下任何东西。 一刻不停进己所能的在挖掘。 中国救援队员接受采访。 12日下午5点,全部机体挖掘完成。 包括波音技术团队在内的多个团队也赶赴现场。 埃塞政府便将现场封闭。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救援队员赵志伟说。 飞机扎近地下20多米。 现场没有一块完整物品。 所有东西都被碾碎了。 中国遇难者金野头的朋友,详细描述了他遇难当天的穿住。 拜托赵志伟一定要找到他的遗物。 赵志伟在现场搜寻了五个小时一无所获。 他说自己觉得特别失落。 遇难女生生前照片。 浙江遇难女孩今年大四。 男朋友在美国读书。 毕业论文答辩结束的他,跟男友约好。 趁男友放春假的时候,一起去非洲看动物大千喜。 伊索比亚只是一个中转站。 年轻的男孩怀著,要见到自己许久不见的女友的心情。 在非洲不曾等到人。 却等来了天人永格的噩耗。 各国出入境管理办法要求。 土壤中可能含有有害微生物,或外来细菌。 禁止携带土壤入境。 民众人。 民众人。